孩子开学了,早上不知道吃什么,你就试试这张鸡蛋饼,营养又美味,首先大碗中加入100克的面粉,一勺食盐入个底味,半碗山泉水,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,先搅拌成粘稠的面糊,然后再加入半碗清水,继续搅拌搅拌,像饰瓶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 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切成片,再切成萝卜丝,最后切成小碎丁,切好后放入面糊的碗中,一根孩子爱吃的香肠切成小丁,切好后放入大碗中,适量的香葱切成葱花,再打入三个鸡蛋,调味加盐,五香粉,搅拌均匀备用,铁锅预热刷油,油热后放入一大勺,晃动锅底让面糊平铺均匀, 一面定型后,翻面煎另一面,时间不要太长,脸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,早餐鸡蛋饼就做好了,咸香柔软营养美味,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爱吃,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